Hello 大家好 有我心靈女王 對了 你有沒有眼花的 我由紫端頭髮回復我的真身 素顏跟大家見面了 上面有我的名字 Lilith 只不過鏡頭轉了 你當是在看這個達文西的設計 是我英文名來的 Lilith 連阿Mumoon也罕有地出鏡 Mumoon 跟大家說Hello 她在睡覺了 我抓她過來 看到我的新形象 就是因為我越來越埋進我的夢想 其實我的夢想就是 接下來我會希望自己在明年 可以去一個新的地方生活 這個地方是少少遠的 它是在青島旁邊的 青島旁邊 就是一個叫威海的地方 我今天就跟大家公開了 那我都沒去過的 我純粹是一個第六感 直覺 但是我應該會安排 12月初 就會過去實地考察幾天 所以其實很大機會 明年 我的沙田辦公室 完了租約之後 NAS的動向 就真的可能 未必可以再 明年年中 就可以再公開發售 這個真的未必的 但是熟客方面 我會盡量 用我的辦法 繼續為大家 提供這個產品 但是可能 所有新的客戶 香港的新客戶 就未必再可以買到我的 魔法用品 因為我應該 將來都 就算其他地方 我也不會再公開發售 因為我的產品 全部都是加持有魔法 其實 我不想 做了十幾年之後 如果大家 不是特別得到 市場上的認同的時候 我就不想 再這樣 去 出錢出力 這樣去 做這件事 這樣無止境 我只會為一些小眾 小數支持我和信任 我心靈女王的人 我會繼續支持他們 給他們有個保護 給他們有個 好像我這樣 身心靈都會健康 開心 還有48歲的我 都可以保持一個好的狀態 身心靈 強大 無論經歷逆境還是順境 我們都會繼續充滿能量和自信 去面對和解決 我一定會是 很樂意繼續為 一直支持我和信任我的朋友 去提供我能夠做到的服務 無論是身心靈 或者是產品上的 但是至於一些 一般人 其實就 應該再買不到我的產品 可能他是有很特別很特別的渠道 或者是一些很熟悉我的人 我也很熟悉他 可能才有機會 搭上搭 才可以買到我們的花水 或者蕃茄 這個不會現在發生的 會是明年 就是2024年 可能的年中 就很大機會出現這個情況 那 我只會服務小眾 一些真的我的支持者 和我的信任者 因為其實現在我的產品全部 現在賣的售價 根本上就是成本價 所以 是用了我很多很多時間 去做這個 無論設計 包裝 去 去研發 和 去寄貨 等等 其實 真的 即使我是很樂意為世界 貢獻 為這個世界 去出一分力 但我也是一個血肉之軀 我也是只有24小時 和大家一樣 那我的時間都要去擺放一個 比較平衡的狀態才行 所以 在這裡和大家公開這個 我的夢想是什麼 其實我想去移居這個 青島附近的一個地方 叫做威海的地方 是非常之遙遠的 所以到時候 就 就算真的有些熟客想要產品 可能我要特別安排 找人去 去處理才行 在香港 我自己可能就 未必下次回來香港 甚至可能幾個月才回來一次 就會有這個情況 那我12月去看完之後 實地考察之後 再和大家分享 和我的好朋友 客戶分享 好不好 那 希望大家都為我高興 就好像我的新形象一樣 其實我一直都不喜歡長頭髮的 但是 長頭髮是 比較有力量 漂亮 傳統 還有比較多人喜歡的 但是不是我自己喜歡 我自己一直都喜歡短頭髮 比較是 爽朗 容易打理 比較是表達到我自己 我的性格其實是很男子頭的 因為 所以這個就比較是 我的真身多點了 看沒有呀 萌萌 萌萌你 當大招呼你萌萌 對了 那 我就 很不捨得 就是 香港一些 某部分的朋友 和熟客戶的 但是 這個計劃呢 我有必須要 就是 是的 必須要行的 因為 我需要很多元素 因為作為女祭司 我需要一些 四季分明的元素 天氣 我需要 雪是有雪的力量 太陽有太陽的力量 秋天的秋風 有秋風的力量 所以 春天有那種 重生的力量 有很多漂亮的大海力量 因為 青島那邊 都是沿海的 那裡 很多 就是 海洋的力量 所以對於 祭司來說很適合 還有人口密度 就會低很多 和香港比 那 但至於會選擇 一個什麼地方 落腳呢 就是那個 是建築 還是 寸屋 還是 什麼的類別呢 我就不知道的 就是到時候才算了 那 那 但是這個新開始 希望給大家看到 即使你48歲 即使你50歲 或者 其實你要追求夢想 永遠都不會遲 的 我就是不想在靜餘的日子 有遺憾 所以呢 我就有了這個打算的 那 希望大家都可以好追尋夢想 那 所以剩下這半年的時間 我會盡量 度一度 一些新的服務 會以一些非常優惠的價錢 呢 為大家繼續忙這半年 那就希望幫到多些人的 價錢會盡量相宜的 因為我本身占卜其實要過 18千萬 是的 是萬位數的 那 但是 不會 這半年不會 那 我會以一個很相宜很相宜的角度 去盡量幫助大家 那 幫得多少 可以幫大家 我不是有什麼的特異功能 但是起碼 希望一盞小小蠟燭 或者明燈 讓大家看清楚自己的路 或者自己有什麼元素 可以了解自己 發揮自己 特別是現在的亂世 因為 現在我們進入了九雲 很多人都說是九雲 但是其實九雲呢 之後就是一雲 那就是代表會重新開始 20年之後 那你想想 如果去重新開始的時候 這個世界 那之前會是怎樣呢 當然就是亂到七彩 亂到雲 那所以就不只是看正面 和簡單 我們有心理準備 接下來的世界 都會很 很混亂 很多洗牌 很多不同的東西 會呈現 那些人 住的地方 思維 科技 文明 文化 很多東西都會有一個很大的轉變 不同的 遷移 或者一個不同的位置 包括地方 國家都好 那所以呢 其實我們一定要做好份內事 就是要好好把握好自己 那就盡量去清晰自己 是一個什麼的人 其實是需要些什麼 那就擺好個位置 各式身份位置 那走好個道的時候呢 那你的日子一定是平安 暢順 還有開心幸福的了 那希望日後我繼續跟大家 現在呢 即使不在同一個地方 我都會繼續拍多些片 跟大家分享新心靈 還有我的修圍的進展 有些什麼新發現 有些什麼新開誤 我都會跟大家分享的 好啦 拜拜啦 夜啦 下次再分享 再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11月 還有接下來有些什麼 新心靈服務 是可以超級優惠大家的 那就記得先到先得 或者要預約啦 拜拜 好 sharing 有些好啊 還有幾個 還有很多 三個 五個 五個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